在黄浦军校建校100周年 即黄浦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中共中央向黄浦军校同学会 表示热烈祝贺 向广大海内外黄浦同学及其亲属 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黄浦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黄浦军校同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联系海内外黄浦同学及其亲属的爱国群众团体 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发扬黄浦精神 联络同学感情 促进祖国统一 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 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 为扩大两岸交流合作 反对台独分裂 推进祖国统一 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 黄浦军校同学会 要牢记建会宗旨和政治使命 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浦精神 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和组织建设 发挥特色优势 坚定反独促统 为同情共援中国梦 广泛宁心俱立 希望广大海林外黄浦同学及其亲属 不忘先辈一致 永担时代重任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贡献 纪念黄浦军校建校100周年 即黄浦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 17号在京举行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新系海内外黄浦同学及亲属 专门向黄浦军校建校100周年 即黄浦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致贺信 充分肯定黄浦军校的历史功绩 和黄浦军校同学会的积极贡献 深刻阐明黄浦军校同学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 对海内外黄浦同学及亲属提出殷切期望 为做好新时代黄浦军校同学会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王沪宁表示 海内外黄浦同学及亲属 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 是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 要传承弘扬爱国革命的黄浦精神 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积极推动两岸青年加强交流 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交融中 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不断增进国家民族认同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黄埔军校同学会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贺信精神 把劳正确方向发挥特色优势 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主持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群众团体致贺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东峰出席座谈会 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 台湾黄埔同学代表在会上发言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团体负责同志 有关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 海峡两岸 港澳和海外黄埔同学及亲属代表 省级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等 参加座谈会 与每局中央有达 来ст月责人 遠都于 按采成